在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,每个人都在努力地追求更好的生活,然而贫富差距依然存在,有些人越来越富有,有些人却依然生活在贫困之中,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呢? 其实,有时候贫穷并不是命运的安排,而是源于我们的一些生活习惯和思维方式,你会发现越穷的人越喜欢在这四个方面大方。 欢迎大家一起加入国学经典的世界,共同追寻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,感谢订阅。 在盲目消费方面大方,盲目消费在当今社会已经成为一个普遍现象。 尤其是对年轻人而言,这种现象的产生既有社会大环境的影响,也有个人心理因素的作用。 社会大环境的影响是不可避免的,在现代社会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,广告的推波助澜,蓬贝之间的攀比心理等,都刺激了人们的消费欲望。 尤其是在互联网时代,各种动物平台的兴起,使得消费者可以轻易地获取到各种商品信息,从而更容易产生盲目消费的行为。 个人心理因素也起到了关键作用,一些人对于物质生活的追求过于执着,甚至到了盲目的地步。 他们往往把消费作为一种身份的象征,或者用消费来满足自己的虚荣心。 同时,由于缺乏理财观念和消费规划,使得他们在消费过程中容易失去理智,导致盲目消费。 之前公司有这样一位同事,看到别人的口红好看,就想集齐一整套。 看到别人用的护肤品效果好,自己也立马就去下单了一套。 为了不被周围的人比下去,分期购买最新款的苹果手机。 他对物质追求的欲望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。 我曾好奇问过他,你的工资能撑得起你的消费吗? 他直言道,怎么可能我用的化妆品,护肤品,衣服,包包,每一样都是质量上乘的,那点工资怎么可能够? 我现在每个月都靠透支信用卡或者爸妈积极生活。 然而,盲目消费带来的后果却是严重的。 首先,它会使人陷入负债的困境,影响个人的财务状况。 其次,它会让人忽视了真正的幸福和满足感,而是把物质的拥有当作生活的目标。 最后,盲目消费还会对环境造成负担,因为过多的消费意味着更多的资源消耗和废弃物的产生。 因此,对于盲目消费现象,我们需要从多方面进行改变。 首先,个人应该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念,理性对待消费,避免盲目跟风和攀比。 其次,社会应该加强对消费者的教育,提高他们的消费素质,引导他们进行绿色消费。 最后,政府也应该出台相应的政策,对不合理的消费行为进行限制,以保护消费者和环境。 如果喜欢这个频道,记得要订阅它,这样就不会错过更多的内容了,接着往下看吧。 在自我投资方面盲目大方,在自我投资方面盲目大方,可能会导致财务风险和浪费资源。 这种现象通常发生在人们过度自信,缺乏理财知识或者追求虚荣心的情况下。 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个主题,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阐述。 缺乏理财知识,许多人对自己的投资能力过于自信,但实际上他们并没有足够的知识和经验来做出明智的决策。 这种情况在现实生活中比比皆是,例如在股市中盲目投资的散户,他们往往不了解公司的基本面和市场趋势,只是听信谣言或者跟踪操作,最终导致资产损失,在电影当幸福来敲门。 主人公克里斯·加德纳就是因为在股票投资上盲目大方,导致生活陷入困境。 过度自信,有些人因为自己在某个领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,就认为自己无所不能,对其他领域的投资也能轻易成功。 这种过度自信会导致他们在自我投资方面过于激进,忽视风险。 在电影《华尔街之狼》中,主人公乔丹·贝尔福特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,他凭借自己的销售技巧和人际网络,在金融投资领域取得了一定的成功,但过度自信使他陷入了更深的泥潭。 虚荣心作祟,有些人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,会在自我投资方面盲目大方。 例如,购买昂贵的名牌服饰、珠宝和豪车,却忽视了这些消费可能给自己的财务状况带来的压力。 在电视剧《欲望都市》中,四位女主角为了追求时尚和虚荣的生活,不断购买昂贵的衣物和饰品,导致她们在财务上承受了巨大的压力。 为了避免在自我投资方面盲目大方,我们应该加强理财知识的学习,提高自己的投资水平,保持谦虚谨慎的态度,对自己的能力和投资风险有清醒的认识,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念。 理性对待自己的虚荣心,避免过度消费。 综上所述,在自我投资方面盲目大方,可能会带来诸多负面影响,我们应该以理性,务实的态度对待自己的投资和消费。 如果一个人认不清自己,在自我投资方面盲目大方,结果只会让自己摔得很惨,在浪费时间上很大方。 道圣和服说,越穷的人,他的思维就越局限,不知轻重,往往把宝贵的时间浪费在不值得的事情上。 深表同感,时间管理是个人管理的基础,它涉及到我们的工作、学习、生活等各个方面。 一个有效的时间管理者,能够合理安排自己的时间,使自己的生活更加充实,工作更加高效。 时间管理能够提高工作效率,通过对时间的合理安排,我们可以避免工作的混乱和拖延,从而提高工作效率,更好地完成工作任务。 时间管理能够促进个人成长,通过有效的时间管理,我们可以安排更多的时间用于学习和自我提升,从而提高自己的专业能力和综合素质。 时间管理能够提高生活质量,通过合理安排时间,我们可以更好地平衡工作和生活。 从而提高生活质量,享受更丰富的人生。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选择,有的人选择忙碌,有的人选择享乐,但无论选择哪种方式,我们都应该明白,时间是有限的。 我们的选择应该基于我们对时间的理解和利用。 总的来说,时间是有限的,我们如何利用这有限的时间决定了我们的人生。 我们应该学会有效的时间管理,合理安排自己的时间,使自己的生活更加充实,工作更加高效。 同时,我们也需要明确自己的人生选择,选择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。 享受丰富的人生 倘若一个人在享乐上大方,花费了大把的时间,这也就意味着他在学习和工作上可堪利用的时间会变得很少,二者之间的结局可想而知。 在妥协上很大方。 在生活中,妥协确实是一个常见的现象。 人们为了适应社会环境,往往会选择在某些问题上做出让步。 然而,过度的妥协可能会导致我们失去自己的原则,甚至可能让我们陷入困境。 我们需要明确妥协和将就的区别。 妥协是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,为了达成共识或者和谐而做出的让步,而将就是放弃自己的原则和底线。 为了适应环境而做出的让步,这两者的区别在于,妥协有助于解决问题,促进和谐,而将就则可能导致自我价值的贬低,甚至可能陷入困境。 我们需要明白,妥协并不等于放弃。 在某些情况下,妥协确实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解决问题,实现目标。 然而,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放弃自己的原则和底线。 相反,我们应该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寻求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案。 最后,我们需要学会拒绝将就。 在现实生活中,很多人因为害怕冲突,害怕失去,所以选择将就。 然而,这种做法往往只会让我们失去更多,因此,我们应该学会拒绝将就,坚持自己的原则和底线。 只有这样,我们才能真正实现自己的价值,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。 总的来说,妥协本身并不是问题,问题在于我们如何妥协,只有坚持原则,合理妥协,我们才能在人生的马拉松中不断前进,实现自己的目标。 即使身处逆境,我们也要学会感恩,正是因为这些磨难,才会让我们成为一个更好的人。 综上所述,越穷的人,越喜欢在这几个方面表现大方。 然而,这种大方并不能让他们真正变得富有,反而可能会让他们陷入更深的贫困之中。 因此,我们建议,越穷的人,应该在以上四个方面进行理性消费和投资,不要过分追求表面的虚荣,而是要注重实际的积累和提升。 只有这样,他们才能真正摆脱贫困,实现自己的财富梦想。 好了,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。 如果您喜欢本期的视频,在下方点个赞或者订阅频道,如果有什么建议,就在下方留言吧。 咱们下期不见不散吧。